又在收拾房子呢 对 这个房子也得给它收拾干净 这个房子是出租的 在San Jose 95132 Raskin小学Piedmont High 都是挺好的学校 这个时间长了 这个房子稍微有点不整齐 所以前面的这个院子 我们准备把它给 前面院后院都给它弄得干净整齐 然后这个屋子 可以带你看一下 这个屋子非常好的一个户型 你看 一进来就是一个大厅 方方正正的 这些家具什么的 全部都会清理清理掉的 这个收拾的干净整齐 而且会把这个墙面呀 重新刷一遍漆 橱柜刷一遍漆 这个需要更新 即便它是租的房子 不是卖的房子 我们也按这个 把它收拾的漂漂亮亮的 这种标准来做 然后租金也会好 而且呢 结果如果一旦卖房子 我们现在做的价值 也都能体现出来 你像这个橱柜呀 就准备把它刷一刷 这儿有天窗也挺亮堂 这个厨房方方正正的都好 客厅厨房 饭厅 非常好用的一个空间 这边有三个房间 两个小的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边是主卧 你可以看每一个卧室这块呢 都对应了一个小的棚子 可以在这个底下 都有拉门 在这个底下 放个桌子椅子 都非常的好用 这是一个小孩的房间 别看现在这个东西多一点 以后把它清理干净了 就没了 我们这个帮着屋主啊 照顾这个房子 其实大家生活上的各种改变 会引起这个房子上的一些变动 这个也是 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拉门 这就是采光特别好 而且进出特别的方便 所以说我们就帮着这个屋主 去打理这个房子 如果大家可能不在本地了 我们还是会继续在负责的 所以我们可以帮着买卖房子 也同时管理这个房子 以后呢 可能回来 或者说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呢 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 你像这个就是一个主卧 对吧 卫生间 然后里边都已经做了装修瓷砖 然后另外呢 这个窗户呢 有开小窗户进行一个补光 看看这个马桶 这个壁挂式的这种开关 都特别的新式的一种设计 所以这个房子我觉得挺好 三房两位 主要是学校比较好 一个家庭 在这边住 一个小孩 两个小孩 住起来应该是相当的舒适 这个是后院 你看这个后院方方正正的 而且特别的宽 最好的一个地方呢 它还有一个小房子 就在这边 这个小房子 可以当一个办公室来用 可以透过这个窗户 可以进去看一下 看里面有地板 然后有风扇 有灯 完完全全 那是一个完全独立的 一个小办公室 还是挺好用的 那侧院呢 这边也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庭院呀 我们还是要整理一下 包括说这个地呀 这些地方 会有一个landscaper 把它弄干净整齐 但出租的房子 为什么还要整理呢 出租的房子 我们要把它租的价格更好 那个需要给人家看起来 干净整齐漂亮 跟卖房的一个道理 所以每一个房子 我们都是认真对待 不能有一点的马虎 然后把它弄的 都是漂漂亮亮的 租出最好的一个价格 而且我们能找到一个 更好的房客